人來人往的松山機場 旅客們拿著大包小包要出國門 興奮的表情全掛在臉上 但另一頭航警鶴槍實彈 不斷在大廳巡邏 一點都不敢鬆懈 5號晚間有一名少姓男子 在臉書發文 揚言6號下午2點 將會在松山機場隨機殺人 更要在臉書上同步直播 接著又放上一張匕首罩 該口說要到桃園機場行凶 最後留下一句 各位等著看好戲吧 網友看到後立刻向桃園市警局 和航警局報案檢舉 目前警方全力追起 少姓男子的下落 也已經聯繫到臉書下架恐嚇貼文 並且追查到少姓男子的IP在境外 不派出跟之前在高雄恐嚇 和其他政府機關的是同一個人 目前航空站都會增加警力 加強戒備 每個樓層也都不會放過 警方也提醒散佈危害 飛航安全不實訊息的人 可以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是一百萬以下的罰警 隨意罰文惡作劇 可會付出慘痛代價 華視新聞楊姿怡 盧培君 蕭宇宙桃園報道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